熊猫圆润好端端在路上走 却被当头浇了一连水 没素质的游客到底能多过分 这天圆润在围墙的阴凉里小气片刻 许是觉得头顶的游客太吵了 他翻身而起准备另寻他处 困意涌上的圆润 贴着围墙步履盘跚 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手持矿泉水的不良游客 竟瞄准下方的圆润就一泼 圆润背下的一甩头睡一拳无 抬头看向乌泱泱的人群 似乎是想找到罪魁祸首 然后圆润很快放弃了这一箱 转而迅速离开围墙边 跑进场地中心的灌木丛 消失在游客的视线中 看不到熊猫的游客们群情激愤 不良游客自知惹火上身 迅速脚底抹游开溜 事件发生后 熊猫基地迅速锁定不良游客 在官网上对其进行通报 并做出严厉处罚 终身禁止该游客进入园区 自熊猫基地开放以来 此等恶劣行为屡见不鲜 4月中旬 熟睡的大熊猫肉肉 也遭不良游客泼水 幸好基地检查后 肉肉身体无恙 基地对泼水的不良游客 同样进行了通报处罚 这些不良游客对变故 基地的警示牌熟视无睹 导致贵为国宝的大熊猫 屡屡承受人类的恶意 或许身体无恙 但它们也有心 熊猫服腕因身体天生缺陷 导致生性敏感自卑 不爱与人交流 最大的梦想就是学会爬树 然而这惹人恋爱的小熊 在今年三月份 也被不良游客泼水 事后躲在角落不肯出来 无独有偶 今年五月份 又有不良游客像大熊猫 头尾啃食丸的玉米棒 被基地通报并严惩 当然惩罚不是目的 一切只是为了提醒 游客闻明观看国宝 希望可以我们大家一起 保护好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然而有些人打着保护国宝的话 网报真心对待熊猫的饲养员 我们接着看 当专业熊猫饲养员有多难 前有谭爷爷遭投诉 后有徐老爷被网报 究竟是怎样一群人居然质疑 真心爱护国宝的谭爷爷和徐奶爸 他们有统一的名字键盘侠 这些天有游客投诉 北京动物园厚此薄贝 怀疑萌二食用的竹笋品质下降 后来又发现萌二饿到吃草 徐老爷的微薄因此遭到围攻 被键盘侠骂到官博 这些键盘侠的行为让人无语 众所周知徐老爷 对美头小熊都是如己出 北洞影后萌萌一岁到六岁 都是徐奶爸在照顾 他带萌萌如自家女儿一样 每当有游客来北洞参观 他总会告诉游客 他家萌萌是熊猫圈 最漂亮的熊猫 后来萌萌去了成都返育 徐奶爸一直想念着萌萌 好在没过几年 萌萌又飞回来 徐奶爸欣喜若狂 忍不住发文 一家人终于团聚 从此不再分离 经过这短暂的分离 徐奶爸格外珍惜 和女儿在一起的每一天 每天清晨徐奶爸都会 体贴地给女儿刷牙 而萌萌则乖巧做好 张开嘴巴配合奶爸 当进食的萌萌看到奶爸时 会立刻跑到奶爸身边 他知道奶爸肯定是 给自己开小灶来了 等萌萌吃完小零食 奶爸又拿来鲜笋头喂女 当萌萌假孕导致食欲不振时 徐奶爸不管成年大熊猫的领地意识 以身范险亲自给女儿投喂竹子 爱屋即屋 徐老爷还在萌萌五岁 患重感冒时 难受得吃不下东西 再次亲自投喂萌萌 遇见萌萌挑食不吃饭时 也是徐老爷哄着他 在大熊猫的认知里 谁对他好他就喜欢谁 因此从萌萌看见徐老爷的行为 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们 对每只大熊猫都一视同仁 这是大家有口皆碑的 虽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但架不住群众里有坏人 那些键盘侠实在是太过分 屏幕前的你们是怎么看的 键盘侠再过分也只能献上喷 接下来来看看大熊猫福宝 做了什么让母女二人 直接献下PK 福宝到底做了什么 让妈妈暴跳如雷 一切都要从一个窝头说起 福宝看到妈妈手里有个窝头 翻身上架盯着妈妈 爱宝给了傻女儿 一个眼神让他自行体会 谁知福宝根本不怕 对着妈妈就是一个 恶虎扑是家族和全 爱女是不慌不忙 把窝窝头叼在嘴 一熊掌推开福宝 福宝不甘示弱起身再抢 盯着妈妈手里的窝头就有 还好妈妈反应快 把窝头换了个手 迅速吃完后开始对福宝 展开爱的教育 福宝被压在木板上 揍得找不到本 尖叫连连 心疼孙女的江爷爷大喊 再打下去就要出雄命了 其实福宝已经不是出反 大有越战越勇的趋势 某天江爷爷给母女俩 准备了品质优良的仙主 还给爱宝额外准备了窝头 并且为了防止福宝偷吃 把窝头藏在了竹子下 可贪吃如福宝 还是被他寻味找到 只见他捧起窝头就要开旋 江爷爷见状赶忙阻拦 聪慧如福宝 还懂得用熊掌挡着爷爷 但最终还是被江爷爷 成功截胡了大半 福宝生气地看着江爷爷爷 爷爷给孙女一个摸摸头 就离开了 爱女士进场开吃 一块窝头很快被吃完 爱女士感觉窝头分量不对 在竹堆里持续翻找 福宝在旁边有些心虚 用余光瞥着妈妈 福尔摩斯附身的爱女士 发现福宝嘴角的窝头血 二话不说上去就是 一个锁喉把福宝摁住 就开始教福宝重新做熊 可惜福宝每次都是 我错了我下次还敢 遥想当初 福宝不仅敢从妈妈 嘴里熊口夺竹 还把妈妈的零食胡萝卜 叼嘴里就跑 爱女士一旦发怒 她就绕着院子疯跑 通常只有两种结局 要么把爱女士溜得没脾气 要么被逮住胖揍一顿 江爷爷每次看到这种情形 也不好拉偏价 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 等到爱女士出完气离开 江爷爷就上去安抚小福宝 陪着爱女士时 又甜言蜜语夸女 如果没有江爷爷居中调整 很难想象母女俩会处成什么样子